老铁们看清晨的阳光打在我的脸上 非常高兴 早上好啊 一个著名的这个汽车人啊 给我充值了 贾跃亭贾老板 他的FF91终于上市了 其实在我心里不如高和HiFiX 而且还卖219万 我就心是谁买呀 他也就是能骗骗那些老外吧 如果他在这个 国内他能卖出去100台 我都直播吃香 不对啊 他给我充值的 我得说是好 我得先不说车 假老板的人品啊 谁都知道啊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上到77下到应该急 他是即骗人民又骗党 产品没有他就敢登场 老也欺少也蛮 这个全民忽悠去骗钱啊 那个说得好唱得好 没有那个东西 他妈的谁也不能相信不了 知道吗 传说他下周回国 到现在也没回国 几个投资人啊 咔咔就不说了 就过那个都难产了 现在他终于上市了 但是对不起啊 历史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啊 如果你还用老眼光 看这个新世界 那你永远都没出路啊 你看啊 高和 说HIFI X的去年 前年销量就已经霸榜了 啊 豪华手的第一 卖60万的巴士了 更不用说HIFI 这也还上市了 对不对 我前一段时间私价了 还有这个HIFI Y 是不是 我感觉比他的FF9 要强大的 我 你有的 人家高和全有 你没有的 人家也有 对不对 现在市场都站立了 你还除了 哎呀 就你的FF9 谁买 也我就行 还是那句话啊 咱们国内 如果能有一百个人 买他的车 我都直播吃饶 如果他给我充值了 那就例外 我也大力宣传一下啊 哎 但是外国人 啥也不是啊 外国人落后 他忽悠忽悠那些欧美 忽悠忽悠那些 那些 小日子 烂七八道的 或者是那个 沙特那帮 头上国块布 全球它是富的 还有点机会啊 但是那个 咱们那个国内 新能源市场 太他妈卷了 简直就是 自己跟自己都干净了 我就不说啥了 是不是 所以说啊 就是咱们是见过世面的啊 估计他想那个 拿下国内市场 拿下什么拿下 这回来的话 估计公安局给他拿下 行了 不说了 那个车不值得买 有没有 有没有 你 那是 有没有 争计公安局给他